王老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老师我们今天来介绍你的 这个最新的这个作品集 剧本集这个人间志情 是不是先把这个河边的这个曾教授介绍一下 好跟我一起合作创作这个剧本集的是 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曾永毅教授 他原先在台大任教 退休后又到四星大学 那曾教授他可以说是我们华人世界 也是海峡两岸公认的戏曲研究的泰斗 那我是在大学二年级的那一年 就上曾老师的课 那个时候我在东武大学 那老师是来东武兼课 在这段师生情缘当中 也可以说是让我打开了 对于古典戏曲的热爱 然后也对于我整个的未来的 无论是小说散文跟现在创作剧本 都有了深厚的 算是研究跟创作的乐趣 等于是启蒙教授就对了 是的 而且不只启蒙而已 后来的不断的教学 不断的拜读老师的著作 我先说一下我们老师 他最近也刚刚完成了一个巨著 称上巨著绝对是不容质疑 为什么因为有九大册 然后两百四十万字 这真的是巨著 那也是由三民书局来出版 这个算是我们学术界 戏曲研究界的一个 到目前是空前的一个巨著 那应该花非常长的时间 那我们老师是真的是花很长很长的时间 我们老师他另外一个外号 叫做九党的党魁 这个大家都知道 可是我一定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我们老师是怎么样来研究学术的 讲最简单的就是 我们老师大概听说 这是我听师母说的 师母告诉我 说大概是老师通常是 晚上会比较早睡觉 大概九点 但是睡到大概两点左右 老师就起床 那起床之后 老师就开始做他的学术研究 一直到清晨 大概七八点 那老师再去运动 运动完再回来吃早餐 所以每天如此 那到了傍晚或是中午 那老师是比较累的时候 反倒是他会出去 跟朋友们聚一聚 然后所以大家不晓得 其实九党 党魁 不止酒可以喝得好 学术为什么可以这么好 原来他的那个时间 就是在清晨这一段 两点到七八点 是他的创作时间 对好像有一些人 是很喜欢清晨工作 没有干扰 对没有干扰 而且脑筋特别的清楚 是 好那接下来就跟我们讲 这本书 里面收录了两个新编的 昆句跟金句 昆句跟金句 差别在哪里 好 我先说昆句好了 昆句他号称是百戏之母 然后流传至今至少超过六百年 那也可以说他是全世界 甚至全人类全宇宙 这是我认为 不过也几乎是他公认 最优雅的艺术 他做到的是无声不歌 无动不舞 没有任何声音 不是歌唱 没有任何动作 不是跳舞蹈 那也就是说任何动作 任何声音都已经达到了 艺术的最高点 凡是声音就是唱歌 凡是动作就是舞蹈 就一直在歌舞就对 对对 整个从头到尾 而且他那个昆曲的音乐 他是用的是曲牌体 而曲牌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往往是一套又一套 这样子的 所以他在2001年 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认定 第一个认证是世界人类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的文化遗产 所以可以说是我们华人世界的 一个最高的一个骄傲 他太了不起了 这门艺术 不过就是因为他流传了六百年之后 那我们都晓得古人的那个运文 运文学是非常深厚的 那到了现在说真的能够创作正宗 原汁原味 困惧的人已经少的真的是凤毛麟角了 非常非常的少 甚至我都常说曾永毅教授可能是全人类目前为止 目前可以说是唯一 甚至应该找不到像曾老师那么样功力深厚 能够创作原汁原味的困惧的人 那我跟曾老师的合作是这样子 我一方面创作小说 这个我在您的节目里也谈过 然后我在学校里头 我对史传就是历史特别有兴趣 而且我也拿这个来作为我的教学 我的教学以小说跟史传为主 那所以对于中国的历史比较有算是一些想法 那老师他我们就是诗生关系这么久 老师他就直接找我说 要我把创作小说的这种结构的能力 跟加上我对诗词曲的爱好 以及多年来读老师作品之后的所学习到的东西 由我来打底 所谓的打底就是我来架构整个故事 就前段的工作 对对对 前段所有工作由我来完成 整个故事的叙述 对白 然后情节的发展等等的这些 由我来做基本的处理 然后我就也等于对自己的一个锻炼 我就把它写成京剧版 京剧版 那些曲文就是用板腔体 实战体来写 然后再全部交给老师 那老师看了之后 他对我是非常的鼓励 然后他说哇你写得很好 所以呢 他最后老师说 我再把它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 然后把我写的曲文 就是那些唱词 京剧版的唱词 老师就全部把它改为 昆曲的那个曲牌体 那其实最后这个工作绝对是最困难的工作 这个我到目前我还没有学会 所以是有老师他全部来做这个处理 就是说把一个类似京剧版的东西 把它完全改为昆剧 所以等于老师你对京剧的创作是比较熟悉就对 对 如果说京剧歌子系 客家大系 甚至广播剧 这些我大概一个人都还可以处理好 但是到了昆剧 那我真的没办法 尤其是曲文 那个不是三年五年就可以做的 要像我们曾老师那样 做一辈子 老师今年八十岁了 然后他这个曲学的那种京傲 才可能去创作纯昆剧的曲文 而且老师确实也很多剧本 都已经实际的演出过好几次了 所以不管是京剧客家戏都非常的多 这是可以说是我们对传统戏曲的热爱 然后也努力要 我常说希望不只是踩住刹车 更要家族油门 是 因为传统戏曲 现在大家比较有些陌生 一般年轻人 一般大众 但是我觉得这么优美的东西 可以传述这么多感人事情的故事的 那我们应该要把它流传下来 那让我们有一天如果站到国际上 可能德国人 可能法国人 他们问你说 你们的最优美的传统艺术是什么 我们胸脯一挺 然后可以很骄傲的说 是昆曲 是歌子戏 是客家大戏 那这时候我们应该会很骄傲 因为这些东西其实不输西洋的歌剧 没错 没错 那个唱腔一出来就是 对对那种唱腔那种身段 在我们看西洋歌剧 其实他们没办法向我们做到无声不歌 无动不舞 虽然每个艺术有每个艺术的形式 但是我们这一点绝对是最可以骄傲的 对这么优美的传统还是要坚持下去 好那接下来老师是把这个三段都简单 跟我们介绍一下 人间至情的第一篇是二子成舟 二子成舟 这个是我从诗经 诗经里头有一首诗就叫二子成舟 然后如果你根据诗经的短短的几句诗 你再回头去查春秋经 孔子所写的春秋经 然后再看佐秋明所写的左传 再看司马迁所写的史记 原来他所记录的是一个人类大悲剧 这个悲剧可以说 我总觉得他绝对不输希腊古悲剧 也不输那个莎士比亚写的悲剧 四大悲剧 对真的是不输 怎么说呢 我觉得他里头有亲情的纠葛 有爱情的付出或者绝望 然后还有生死的抉择 甚至有人问我说 老师你为什么要写悲剧 悲剧让我们看得哭哭啼啼的 有什么好 这个时候我都会用莎士比亚的一句话 他说悲剧可以荡敌人类的灵魂 荡是一种震撼 那敌是一种刷洗 就是悲剧可以把一个人最内在的东西激荡出来 也可以把生命所沾到的灰尘或者污秽 把它冲刷掉 所以当你进入了剧院里头 你为着一段历史 一个故事 一些曾经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真人真事 而落泪过了 那等你走出来 真的你会有一种感觉 那种灵魂被震撼 而且被清洗过的感觉 所以二子成舟真的是 我可以说他绝对不输西洋 不输日本任何的一个悲剧 他的悲剧成分很高 但是你看完之后 你绝对有震撼跟被清洗的感觉 就是有洗涤心灵的感觉就对 是的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剧情 简单介绍剧情 我不如也把我们在算是剧场上重要的呈现 也利用这个机会顺便讲 这样比单纯介绍剧情可能好玩一点 一开头就是那个魏国的太子 他就是到齐国去当仁直 那大家一定觉得好奇 为什么要这样 其实不用好奇 大家想一想我们伟大的金果先生 当年去苏联求学的时候 大家心知肚明 其实也有当仁直的感觉 就是这样 你那是一个强国 需要他帮忙的时候 真的有点抵押太子在那里 那这个魏国的太子 俊俏 才华高 然后在齐国 又在宫廷里面 那当然就跟那个齐国的公主 这位齐国公主 然后朝夕相处 然后有了情感 那三年期满了 太子要回到自己的国家去了 就任务已经结束了 那这时候我们像我们第一幕 就来个风雪相送 就是在大风雪中 齐国的公主送自己心上人 魏国的太子要回去 太子当然对于自己心爱的女人 就对他安慰他 也就是对他承诺 即使天塌下来 我也要双手为你顶起 即使地龙起来 我两脚也会把它踩平 你放心 你等我 我回去 我办好了所有的 该迎娶的礼仪之后 我一定亲自来迎娶你回去 好 那这对小情侣就这样子分开 我们这位太子 他回到了魏国之后 真的就努力的来办婚礼 然后亲自要去迎接公主 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 太子的 这个太子的爸爸 太子的爸爸在历史上 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 他叫魏宣公 那魏宣公 大家晓得吗 人家嘲笑他 嘲笑他像一只大马猴 像一只癞蛤蟆 那大家就晓得他长得有多丑 粗壮 就是丑 其实丑还是其次 最重要他是一个没有人性的人 丑陋到极点 那个丑陋不止外形 还包含他的内在的本性 怎么说呢 他先把自己的 数目 所谓的数目就是他父亲的姨太太 侵占了 好 然后让这个姨太太生了 我刚说的那位太子 那这个绝对是拍得最好顺 等到太子要去迎接奇果的公主的时候 他听说 这位奇果的公主是大美女 所以呢 他就立刻 哇 那个歹气就生出来了 这种心生一记 所以呢 他就要半路拦截 强占自己未来的儿媳妇 好 那他的老婆也就是太子的妈妈 他立刻去劝这一位丈夫 他说怎么可以这样子 我当年被迫跟你在一起 我已经很痛苦了 你已经错一次 你现在怎么可以抢自己的儿媳妇 好 那可是呢 那个魏宣公他根本就不理他 好 那这一位 这位太子的母亲 为了劝住自己的丈夫 只好悬梁自尽而死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一幕 那真的很惨 叫就是一喜一伤 我们在舞台上的处理 就是说现在大家都晓得 舞台是声光化电的一个总集合 现代的舞台要来扳演 两千多年前的历史 我们尽量用现代的科技 来扳演动人的情节 好 那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是用那个一红一白的灯光 对照在舞台上来对比 然后这种叫做切割舞台 好 那白的这边是太子 那种伤心欲绝 在哭自己的母亲 然后也知道自己的最爱的女人 被爸爸抢走了 这是白这边同时呈现 然后红这边是那一位奇果的公主 我们直接叫他宣江好了 他后来的死后的封号就叫宣江 这位宣江他是喜滋滋的新娘子 快快乐乐的进洞房 那古时候黑灯瞎火的 那古时候黑灯瞎火的 好 武器妈黑的 他不知道跟他洞房花族的 他他以为是太子 第二天醒来才发现我的妈呀 是大马侯 是赖蛤蟆 是太子的爸爸 太子的爸爸 自己的公公 对 所以我们这时候以昆曲最优美 但是也最是算是最凄凉的声调 让这两位来唱唱对比 然后唱完之后又合唱 但是他们两个是彼此看不到的 观众不会误解 因为灯光打得非常精准 这是不同场景 对 不同场景 但是同时呈现 然后哭完之后 好 来我们这位可怜的公主 宣江公主 其实她是最悲哀的一个人 因为她必须要陪伴那只赖蛤蟆 那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她被严格看管 而且当她真的想要自杀了结的时候 她发现她怀孕了 好 然后接下来没办法 古代女人真是一切身不由己 她连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叫公子寿 寿命的寿 我们称她为老二 然后老三是公子寿 寿就是初一十五的那个寿旺的那个寿 公子寿公子寿 这两位是宣江所生 那个老二他心地非常的好 像妈妈 然后那个老三公子寿 完全像爸爸 好 那这下子来 十六年悠悠过去了 完全不能碰面的一对小情人 就这样被迫分开 十六年 十六年 十六年后 一个偶然的机会 好 两个重逢了 好 那当然也不能太偶然 我们在 我在剧情里头就安排了 那个三兄弟的比武 那三兄弟的比武 最重要的就是要尝现三个人的个性 然后也引导出下一幕的那个公主跟太子两个人十六年后的重逢 旁边没有人 两位小情侣 两位小情侣重逢了 十六年岁月过去了 大家可以想象这一幕是最很悲痛的一幕 好 然后最后是公主提出了要求 她说我忍辱偷生 好 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再见到你 所以你带我走 你带我走 那她失奔 失奔 一切就了结了 我十六年的痛苦跟等待 也就有了好的结果 结果呢 我们这位太子太懦弱了 如果简单讲 他没有勇气 他竟然口口声声喊公主夫人 叫妈妈 喊他母亲 好 那这个对于公主来讲 那绝对是晴天霹雳 我没想到你这么窝囊 我没想到你是这样子的 你当年告诉我说 天塌下来 你要替我顶起来 地龙起来 你双脚要替我踩平 那现在呢 我只看到一个窝囊费 可是呢 那个太子他口口声声说 我不能让我的爸爸没有老婆 我不能让我两个弟弟没有妈妈 好 那这下子 我们的这位公主完全绝望 是 好 那完全绝望没有这么简单 大家也晓得 爱的深 然后转为恨的时候 就恨之切 那就要复仇 对 所以他内心那种愤怒 造成他整个由爱生恨之后的那种疯狂 所以好 他决意要报仇了 因为这16年来 他过的绝对是非人的日子 对 好 那这下子 其实他变成一个毫无理智的母亲 为什么 他想到他亲生的两个儿子 他要让他们成为为国的国君 那要让自己亲生孩子成为为国国君 那只有一个办法 要除掉他的心上人 太子 除掉大哥就对 对 这位太子的名分一定要拿掉 杀了他才有可能 所以公主就去跟那个自己的那个老公 进禅言 就讲坏话 讲坏话 然后再联合那个最坏的老三 然后就三个人密谋 然后找出了两条计谋 两个坏的诡计要害死太子 那太子不知道一步一步就要踏进陷阱了 这个时候老二他知道的讯息 老二是心地非常良善的 他知道大哥要可能会因为这样被蚕死 他也觉得大哥一生所受的痛苦已经太大了 而且另外大哥一死 我变成是一个坐收渔翁之力的人 这个我承担不起 他也不要 所以他就在千军一法的时候 他冲到了黄河边 而那个太子正要搭上船 那这有什么问题呢 因为其实那个黄河的水底下已经 埋伏了 埋伏了刺客 好 那只要太子一登上船 他们船开到了水中的时候 这一些刺客就会把船招沉 那这样子太子就会淹死在黄河中 而且神不知鬼不觉 好 这算是一个很好的计谋 可是老二他一来 他阻止太子阻止不了 他直接就跳上船 好 然后陪着太子就搭上船 那水底下的刺客一看 哇 惨了 现在变两个 他们不敢负起这个责任 所以就不着船了 好 可是呢 一计不成 还有第二计 好 就是等太子 那个如果上了岸 那他要拿起的 他们就是初始外国的信物 就是一个毛结 像苏武牧羊的那种拐杖 那种是一个信物 初始的信物 那太子他必须要驾马车 拿着那个信物 然后通过了一个山谷 这个山谷叫新野 那那个新野是一个山谷 那就是太子如果从下面驾车过去的时候 山谷的上面 安排了盗贼 他们埋伏了弓箭手 只要看到有人拿着那个大使的那个信物毛结 经过那里 上面的刺客就会万箭齐发 然后呢这个时候太子他不知道有这个计谋 他在那个舟船上 因为他们两个现在都搭一条船嘛 所以二子成舟就在这里 两个小孩成舟 那那个就告诉太子说赶紧 你赶紧逃 你不要骑马 驾车经过那个新野 因为爸爸妈妈跟三弟要这样害你 那这时候太子他内心其实万念俱灰 我常说我们一般人好死不如赖火 我们像野草一样只要有缝隙 我们就有那个生存的欲望要钻出来 可是古代的王公贵族 他们其实遇税跟瓦权 他们往往是选择或者被迫选择遇税 有一种遇税是被直接拿起来摔烂的 就是被杀被害 那另外一种是内在是很高超的 我可以为我所爱的人来牺牲来奉献 我的遇税可以造成他可以成气 对 遇成别人 所以太子他想一想我的二弟这么好 他绝对可以成为一个仁德之君 所以只要我死他当国君 这个对于百姓对于国家是最好的 所以他就他选择他无论如何 要通过那条那条新野 那一方面也等于对自己所爱的女人 16年来的一种赎罪 让他的儿子可以当国君 是 所以太子他执意不去 苦劝无效 他唯一的办法 好 来 哥哥既然如此 我们兄弟就在这一条船上 我们好好的饮酒 道别 所以二弟 故意就把哥哥太子灌醉 灌醉之后 他就拿了那个信物 那个毛结 然后自己就驾车就通过那个信也 然后这个时候上面的盗贼 看到来了来了 对 只看信物 所以就咻咻咻咻咻 就乱箭把他射死 二弟帮大哥替死 对 然后这个大哥在船上 他一醒来 弟弟不见了 是 好 然后毛结不见了 他就知道这位仁慈的弟弟 带他去送死 然后他觉得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知音 这样子死了 而他其实如果回到魏国去 他也生死难料 然后他觉得生命的最后 不如陪知音 世界上唯一疼他 习他 了解他的知音 共赴皇权 所以这个时候 他就直接又奔向了那个新野 好 然后来到了那里 他对着是 他看到的弟弟的尸体 哦 那个觉得是最痛苦的一幕 所以当然我们这里 让那个昆剧里面唱了一大段 很悲戚就对 很悲戚 然后他唱完之后 他在对着四周的那个山谷大喊 真正的太子在此来杀我吧 好 然后那些盗贼 我管你是谁 全部又全部在乱箭齐发 射他 好 所以兄弟争死 好 那这样子没有错 然后接着呢 我最后的结局是让那位公主 她无限的悔恨 好 她最爱的人死了 她的状态 小孩死了 还有那一只癞蛤蟆 那只大马猴 在一年后也死了 然后满怀的痛恨 然后做一个结束 我们这一出戏是很纯粹的悲剧 我们不在后面来个什么大团圆 我们也不更改历史 历史的脉络就是这样 然后其实在史记 还有卓传 还有诗经 加起来大概不到500字的整体的叙述 好 但是呢 我们把它编成了三个小时的困曲 其实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一出戏 因为我觉得他探索到我们人性最卑劣的 但是也看到人性最圣洁的 对 就是那个恶帝愿意替大哥赴死就对了 对 还有大哥愿意陪自己共赴皇权 是 那其实也是对那种政治的龌龊 还有他父亲那种完全毫无人性的这种 这种人做一个最彻底的抗议 对啊 大家如果那么爱看演艺圈的八卦 不如好好看这出悲剧 反而更能够洗涤你的心灵 让你去对人性有更透彻的了解 对 而且看完之后可能会通体疏透 对 你可能泪流满面 但是你绝对通体疏透 因为真的你有被震撼跟被冲洗的感觉 而且一定要到现场去看那个昆剧悲戚的唱腔就对 那个才会有震撼感 其实大家目前就是说他演过了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上那个网路 在他是台湾戏曲学院附设的台湾金昆剧团 他们所演出的 那有DVD一片才三百块 也可以去购买 对 也可以购买 其实我不是推销 因为这个是多少人的心血在里面 累积出来的 累积出来 那个大概有 说真的有三四百人共同创作出来的一个作品 从服装啊灯光啊 还有这些演员 然后所有的一切 好 是这样子的 那还有就是说各位朋友 大家有兴趣 也可以到三民书局看看这一本人间志情 因为其实我有信心这个剧本是很重要的剧本 因为我常说的能够写原汁原味正宗昆剧的 就是我们曾老师曾永毅老师 然后我是做打底的工作 如果说你要好好的欣赏曾老师取文之美 那这个绝对是 那个我都觉得曾老师的那种运文 他写的取文不输古人 绝对不输 你说论起观汉清白谱什么什么 这些我们老师是不输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请王老师再介绍另外两个剧本 这个双面无奇 好 双面无奇 我想各位听众朋友 你一定读过一首诗 那个是白居易所写的池污液题 好 然后在白居易他说明了池污 池污师其母压压土哀音 这一首 到最后他那个内容一转 开始骂历史上的一个人 那他把无奇骂成了说他比不上禽兽 尤其比不上池污 那大家晓得吗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历史人物 是无奇 所以我题目说双面无奇 然后副标题是良将与恶魔 来那大家大概就晓得这是一个反差很强烈的一个人物 好我来先说一下他的良将的部分 这个简单介绍就够震撼人了 我们在儒家传统文化上称孔子为智圣 称孟子为亚圣 在军事方面我们有一位兵家智圣 那他就是写孙子兵法的孙武 那有一位兵家亚圣 他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人 他就是无奇 那为什么无奇这个人 他可以被尊称为是兵家亚圣 好我简单的告诉各位听众朋友 在无奇他一生八十多场的战役当中 他打赢了七十多场 那当然也有人说七十多场 他打赢六十几场 这个没有关系 总而言之他是长盛将军 有没有打败过呢 没有 其他是战盒 所以他一生没有打过败仗 好这个对于一位将军来讲 我们说胜败乃兵家之常事 但是呢人家他无奇 就是从没有打过败仗 第二点他当时替魏国 镇守西河的时候 他保卫住了西河 好保卫到什么样的程度 来一开头他在阴晋之战 他用五万的士兵就把秦兵当时最强盛的秦国的军队 好五十万大军大退了 另外他镇守西河的时候 做到了什么呢 路不时宜夜不庇护 好也就是说没有盗贼 国泰民安 我们都知道李运大同篇里头的一个大同思想 也就是说儒家的最高政治境界 无奇做到了 就是路不时宜夜不庇护 而且他镇守西河那么久 阻挡了秦兵的侵略 我们也可以估量他 就是算算他 他几乎是救了百万人的性命 为什么大家想想看当秦去攻打赵的时候 在长平之战 这个最有名最残酷的战争 秦就坑杀的赵兵四十多万 所以你说无奇在战国时期 他是不是救了几百万人的性命 那有可能的啊 光是他这两件事 他绝对是个良将 所以他在被尊称为兵家之亚圣 是 来那到这里大家一定觉得 那为什么王琼领你说他是恶魔呢 好 我现在就来开始说他的恶魔事迹了 几年前还有一个捷运杀人事件 大家觉得很恐怖 正洁 他已经伏法了 那来我们的战国时期 好无奇他出外求学 但是那却落魄回来 当街坊邻居问他说 哎呀无奇你怎么这样子回来了 你的功名呢 你花了你家 你妈妈那么多钱 那怎么一事无成啊 好被羞辱到的无奇 怒火上升 他当街杀了三十多人 就是现场看到听到的人全部杀 对 然后把那个整条街杀的血流成河 三十多位 好 各个都是看他长大的街坊邻居 他可以杀 好 然后再来呢 他母亲知道这件事 就说 哎呀你快逃亡 快逃亡 快走 好 然后无奇要逃亡前 他做一件事 他捏毙别母 捏就是咬 他咬自己的手臂出血 因为古人他们发重事 一定要见红见血 这个誓言才算是很慎重 所以他咬自己的手臂出血 然后对天发誓 好 我无奇如果不功成名就 不为将相 我不回魏国 那这时候 他的母亲一听也吓到了 就说 儿儿呀 我辛辛苦苦养你长大 你父亲又早死 我不要你当什么王侯将相 我只要求你一件事 在我死的时候 你要披麻戴孝 你要送我出病 这是我唯一的希望 好 那无奇 他也口头答应了 好 就走了 一逃 逃到鲁国去 无奇是个超级厉害的人物 他一到鲁国 他知道自己黑掉的人生 要洗白 他洗白的第一件事 先拜入增生门下 增生就是增子的孙子 然后一个儒学的老师 他拜他当老师之后 那个我们的无奇 当然慢慢可以洗白 这是他第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 好 他可以减少三十年的奋斗 就是娶一个富家女 中世女 而这个富家女 中世女 她是齐国人 然后住在鲁国 好 来 那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他又洗白了 而且鲁国国君 也开始要重用她了 好 然后一开头 是两个夫妻在中秋夜 在那里喝酒 那时候传来了一个消息 他母亲过世了 无奇他本来也想 我立刻要回去奔商才对 可是他转念一想 我回去 我杀了三十几个人 我立刻是只有被抓 然后而且我现在尚未功成名就 我违背我的誓言 所以他就在考虑的时候 马上又传一个消息来 鲁国国君要请他当大将军 去打齐国 一听他就更决定不回去奔商了 他要去完成他的使命 好 可是又马上再传一个讯息说 鲁国国君开始犹豫了 为什么 因为你无奇 你娶的是齐国的女儿 宗室女 那会不会你跟齐国理应外合 那串通 串通 那我鲁国不就完蛋了 好 那无奇这个时候 他要证明 他会努力杀敌 所以他做一件天下最恐怖的事情 杀掉他老婆 对 他把自己的老婆杀了 好 那所以我们在编剧里头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这一段 好 叫做杀七求将 这个绝对是没有人性的荧幕 但是你会看到一个很可怕的良将恶魔 纵合体 好 他杀了自己的老婆 求得了将军的位置 他也打胜仗了 问题 鲁国是礼仪之邦 所以鲁国国君从此不用他 而那个曾申 他也把那个这个弟子逐出门墙 好 所以 太残暴就对 太残暴了 这个太可怕了 好 所以 无奇他心里面也转念一想 好 此处不留也 自有留也处 他就走了 好 那这一走 好 去到了魏国 那魏文侯 重用他 好 那魏文侯过世之后 魏武侯呢 就对他有一点小小的感冒了 因为年轻气盛的国君 其实容忍不了一个 功高震主的臣子 所以受不了的状况下 虽然 吴奇在魏国立下的功劳 是后来他被称为兵家亚圣的 最大原因 但是吴奇 好 最后也是此处不留也 自有留也处 他到那个楚国去了 当时的楚国国君 知道吴奇要来 是亲自到边关去迎接他 而且在边关一迎来 吴奇他立刻问他 国家大事要怎么处理 好 考验他一下 一方面是考验 一方面是这是人才 我要礼遇他 好 然后吴奇他当然 以他的雄才大略 他就提出了很多办法 那 这个楚国国君太喜欢了 所以就立刻拜他为相 宰相 又认他为将 所以来宰相大将军 这种出将入相 他同时做到 好 然后他整顿楚国 就是把那些权 王公贵族 他们的权力大大的减弱 把他们的田地拿回来 然后该进的义务 叫这些贵族都要去进 所以很显然的 他得罪了这一些权贵 权贵 好 那这些权贵 他们当时忍着忍着 可是呢 事情就爆发了 好 我们这位楚国国君 他病死了 那我们的吴奇 他知道自己生命中 最重要的知己 楚国国君死了 他很难过 他就是枯进了灵堂 跪着服服的 然后那跪下去 哭自己的国君 就在这个时候 楚国的权贵 从背后放冷箭 咻咻咻咻 就是乱箭齐发 射杀吴奇 其实这也是我们戏剧的开头 我们是用倒序法回去演的 然后来这里是历史上所记录 史记录的超级精彩 我们的吴奇被乱箭齐发 全身像刺猬那样 从背后穿到前面来 我们吴奇做一件事 这件事真的是 我觉得全人类 大概只有他做得到 好 他马上转念一想 好 楚国的剑 每一支上面都刻着姓氏 也就是说 我王家射出去的剑 上面就会刻王 对 好 然后刘家就会刻刘 所以他这时候 他马上脑筋电光火石 做一个决定 好 那个 他就是要借楚王的尸体 来利用他 所以我们的吴奇 他用爬的 爬爬爬爬 爬到了那个 楚王尸体的前面 好 那当然他对楚王说 你是我的知己 为了楚国的将来 为了你跟我共创的霸业 不会消失 为了替未来的太子 产平这些权贵恶势力 好 请你借给我你的身体 我们共同来完成最后一剑 所以他就整个拿起了剑 拔起来 然后刺向楚王的尸体 再拔一支 再刺 然后最后是整个身体 扑到楚王的尸体上 那剑头也刺进去尸体里 对 所以毁他的剑 刺到楚王的尸体 好 果然呢 后来太子即位 所有这些射杀无奇的人 剑也间接射到了楚王嘛 全部连带处分 连带处分 杀了几千人 哇 但是但是楚国因为这样子 得到了长时间的一个安宁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他兵家亚生 这绝对不是让德须民 可是呢 我们不是要歌功颂德 我在整个戏剧当中 就是呈现了那个 他杀那三十几个无辜街坊邻居 然后他涅壁别母 他杀妻求将 到最后他这个浮尸而死 的这一段 然后他尤其是 我觉得这里面最精彩的是 在他临死之前 我们都晓得 听说人在临死之前 脑筋会像跑马灯一样 闪过你一生最重要的时机 那我们这里就处理得 非常的精彩 然后最后整个结束 然后就是我字幕再打出来 就是好 因为无奇的这个浮尸而死 造成楚国如何的安定等等 就是一个良将与恶魔 我觉得他的生命 最后的评价留给观众 我们不做任何的 正面的批判或引导 但是呢 就是大家看完之后 了解的是历史事件 了解的无奇这个人 那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尺 让观众去评价 等于他最后这个决定 帮这个太子除掉了 很多当时的一些权贵 对对 也让 造成楚国的后面的安宁 是 那我们请那个老师 再来介绍第三个剧本 老师新编京剧人间夫妻 来老师介绍一下 人间夫妻 这个我想人世间这么多的夫妻 那到底谁比较特殊呢 我挑的是司马向儒跟卓文君的故事 那可能各位朋友一觉得 哎呀 这不是老掉牙的吗 卓文君啊 司马向儒啊 然后文君当儒啊 然后温酒 然后在在那里卖酒 然后司马向儒如何如何 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 但是呢 我总觉得我们游戏剧 尤其是像真实的历史人物 其实我们要更清楚的知道 真实的历史跟后来的文学传说 其实是有一些差别的 在文学上大家都觉得他们是才子家人 但是呢 你们看我把题目列为人间夫妻 那就是其实他们是凡夫淑妇 跟大家没有什么两样 好来 那就是从这个基本的观点下去 但是呢 凡夫淑妇 那又有什么好写的 哎 他们这一对就不一样了 那就是说我们从真实的历史来看 其实司马向儒 他绝对是一位才子 是 绝对OK 绝对没问题 但是呢 他也是一个凡人 怎么说呢 各位朋友您清楚吗 他患有糖尿病 司马向儒 司马向儒有消可症 消可症 就是糖尿病 好 然后司马向儒 他也想要劈腿 当他跟文君结婚一阵子之后 他很想娶另外一个年轻貌美的小姑娘 貌龄女来当为妾 好 然后再来呢 司马向儒还有比较在德性上 大家觉得有问题的 也因为如此 所以文人无性被大家嘲笑了这么久 文人没有品性 这个从司马向儒就他很可能因他而开始被文人被下这个定义 当司马向儒他骆驼 然后无医 好 但是怎么我怀才却一直不遇 好 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朋友 有两个朋友 一个要去那个皇宫里面当太监 然后一个要去当那个县令 这两个朋友 他们各自要启程的时候 就把司马向儒找来 好 然后这两个朋友其实对司马向儒是非常非常的欣赏气重 友情是非常真实的 然后那个要去当太监的就说 哦 我如果有机会 我一定在皇上的面前大大的推举你 嗯 好 所以借由太监来推举他 他也觉得没有关系 好 那其实真才实学嘛 谁推荐 无所谓 好 然后那位县令他就说 好 那我的话我会更直接 我当县令之后 你就等着我 好 绝对把你浮上清云 结果 这位王吉 就是他的好朋友去当县令了 然后当了县令 他第一件事 好 把司马向儒找来 找来之后就说 我们这个林琼县 这个县 哦 那里面的富友人太多了 好 那种大户大贵的人很多 那来 我们先设计一下 好 好 那你就乖乖听我的计谋 嗯 所以这位王吉就去 呃 等于是 嗯 跟这些富贵人家 要开一个宴会 嗯 然后让那个其中最有名的 就是那个卓王孙 这是首富 是好 像台湾首富 某某某这样 他是当时 好 林琼县的首富 然后叫他要宴请 贵客 好 然后就在宴请贵客的时候 哦 那个我们的王吉 就是他在宴会上 他是不开动 那县长不开动 没有人敢开动 嗯 好 那后来 那个卓王孙就说 你究竟等谁呀 他说就是在等那个司马向儒 你如果没有邀请他 我立刻走 你如果邀请他 他还没来 我绝对不动筷子 是 好 那就这样子 那个司马向儒 就像被鸦妈座一样 因为被请过去 被请来了 然后从此呢 哇 那个声名大噪 可是他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来 司马向儒附带的 也带走了一个美娇娘 怎么说呢 当他就是来到了宴会当中 他其实早也已经探听好了 卓王孙有个女儿叫卓文君 刚刚当了寡妇 然后回来在家里面守寡 古代有这个习俗 就是说如果寡妇有生儿子了 那会在夫家守寡 那如果要在寡妇没有生小孩 那往往有时候会回娘家 那在嫁或守寡 就是由那个女孩子 自己决定 自己决定 其实这个还蛮人道的 那结果呢 我们的那个司马向儒 他就要展现他的情意 就是他很会弹琴 好 那其实他也早知道 他们卓王孙家 大概三代不太读书了 那唯一有读书的是卓文君小姐 而且他很会弹琴 一定有琴 所以就会去说要借琴 好 那琴借过来的 那一向仰慕司马向儒文明的 就是文学知名的 这位文君小姐 他就躲在屏风后面 偷听偷看 看到司马向儒一表人才 看到他弹琴这么厉害 所以呢 就喜欢上他了 好 那其实各位听众朋友 您大概不知道 除了唐尿病之外 我们司马向儒还有一个重要的影集 就是他是大舌头 口气 讲话 讲话 结结巴巴的 支支吾吾的 他唱的绝对比说的好听 所以他用唱的 所以当时司马向儒他就唱了一曲很有名的 凤求皇 凤兮凤兮归故乡 遨游四海 求其皇 不拉不拉的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是在聊妹嘛 那个屏风后面的那个 卓文君 方心大动 所以当天夜晚 就失奔了 这下就失奔去了 然后 失奔 两个人在一起是很愉快 没错 问题是马上现实问题来了 再来怎么过日子 对 所以那个司马向儒说 那我带你回我的老家去了 周文君也很高兴啊 好啊 你带我回你的老家 表示你完全接纳我嘛 好 那就快快乐乐回到了司马向儒的老家 然后一进去 哇 死了 所有的梦幻破灭了 家徒四壁 对 家徒四壁 大家知道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 就是说那个家里面没有任何家具 就四面墙 空空的 好 空空的 而且贫困到极点 连老鼠都觉得没有东西吃的地方 好 那周文君还是了不起 他其实这一出戏最感人的一个地方是 周文君对爱的坚持 他既敢选择自己所爱 择我所爱 然后下一句更了不起 爱我所责 他是我选择的 好 那我要维护这个爱情 我要经营这个爱情 我不会因为他贫固 我扭头就走 好 所以两个人住下来了 那光是这样绝对显现不了中间他们的情爱嘛 所以在历史上有一个就是好 我们的司马向儒 好 到了中秋夜了 中秋夜再怎么样总要过中秋嘛 要过个节 过个节喝喝酒 然后夫妻恩爱的喝喝酒嘛 可是他发现我家里面什么都没有 但是他又猛然想到唯一的一件传家宝 传了好几代的一件球 就是其实是一个大衣 然后叫树双球 可能用鸟的一种羽毛 很好的羽毛去弄的那个球 就是衣服 居马衣球 避之而无害的那个球 树双球 他就把这个传家宝拿出来 然后叫那个 那个卓文君的婢女 说你拿去卖 然后去换酒来 典当就对 典当 那这下子 卓文君他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子 所以他拔下了他的首饰金差 然后叫那个丫鬟去卖 保留了那个树双球 其实这个虽然是小事 但是绝对是大事 就是说所谓的绝对大事 在情感上是大事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古代女子 维护自己婚姻的那种深情 好 那就在两个夫妻喝喝酒当中 其实他们想那未来怎么办 这样子穷下去 贫贱夫妻摆施哀怎么办呢 周文君就说那我们不如回我娘家那边去 看看我爸爸当时虽然一气之下 跟我断绝妇女关系 那日子久了总是会原谅女儿嘛 我们回去求求爸爸帮忙 然后也能够看能不能帮忙 让你去当官啊 或者是未来发展等等 所以他们就只好回去了 回娘家求助 对回娘家求助 然后当时路过了一个桥 然后司马向儒还意气风发的 就是登桥提治 意思说我如果没有功成名就 我不再回来回来故乡 这都是古代男人要展现自己的雄心壮志 一方面是鼓励自己 一方面也是做给妻子看 你为我牺牲这么多 我愿意 就是我绝对不是一个窝囊的人就对了 然后回去之后 没想到那个卓王孙 就是周文君的爸爸还在生气 还在气头上 还在气头上 那这时候那个王吉又来出主意了 那我拿点钱 让那个周文君跟司马向儒开酒店 然后开个等于现在的小吃店就对了 而且最好就在卓王孙家附近 故意开给卓王孙看 对 好 那我们的千金大小姐 就在那个店铺里头替那个客人温酒 就抛头露面 对 然后还有我们的一袋材子司马向儒 就在那里洗锅碗瓢盆 落魄给大家看 对 落魄给大家看 好 然后这个时候又有一群那个不良少年 要欺负他们 要欺负那个卓文君 好 那当然三两下被我们的那个司马向儒打跑了 这个大家可能不晓得 我们的司马向儒是一个体力很不错 虽然他有糖尿病 但是他体力很好 他就是一个能征善战的人 那这下子王吉他去把卓王孙找来 让他看一下 原来这个女婿有两把刷子 就说不止文明很高 就是那个文学之名非常好之外 他竟然能文能武 所以这时候卓王孙心里面有在想 好啊 丢脸丢到我家门口 其实就是在逼迫我 做一个救助 对 其实就是勒索 我们现在讲 情绪勒索 情绪勒索 好 所以卓王孙他忍无可忍 怎么办 你女儿嘛 好 那好吧 来就拿了一大笔钱 还有奴仆 让他们说你们滚远一点 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 好 然后拿到了钱财的资助之后 我们的司马向如 凭借着他的才华 他果然就是 开始又越来越有名 皇上那边 刚刚我们不是提到 有一个太监朋友吗 他到了皇帝身边 就当起的苟贱 来大家会觉得好奇 我们古代宫廷里面 其实也是声色犬马都有的 对对 三教九流 会混进去 是 然后他当狗剑 就是专门替国君 替天子来看管 那个狗 大概可能 马尔祭司 什么西施 什么各种狗都有 那有一天 我们的皇帝 在那里读了 那个司马向如的父 读一读就是 寡人能语之有 什么 虽死而无憾仪 那这下子 那个 这个太监立刻说 哦 他们是古人 他是我的同乡 叫司马向如 所以汉武帝 那时候是汉武帝 说哦 那我要见他 那果然 因为狗太监的 那个推荐 司马向如 进入了宫中 好 然后就 哇 那个得到了 我们皇帝的赏识之后 来 那当时还有皇后 叫阿娇 就是金乌长娇的 那个阿娇 他已经被皇帝 冷落了 而那个我们的 司马向如 替他写了一篇 叫长门妇 非常有名的 长门妇 就是替一个弃妇 写不平之名 因为长门妇 那个皇帝又开始 对皇后阿娇小姐 又好起来了 好 所以司马向如 可能是宫里 宫外偷吃 都很不错 好 然后再来 皇帝又派他出使 然后他 凭着他的才华 他确实也抚平了 很多的 算是 把外患 先还没有发生之前 就米平了 所以 招服了很多的 当时的 是一些少数的 部落族群 然后当他 功成名就的时候 那当然 他的岳父大人 也完全的接纳他 好 然后功成名就之后 大家就知道 男人心就开始变了 就花心 花心的 他要娶茂灵女 好 而这个时候 我们的 那个卓文君小姐 其实他付出那么多 他支持一个 一个材质 到这种地步 然后发现 丈夫要变心的时候 那种伤心 失望跟愤怒 好 所以呢 他在这个时候 他半夜就走人了 所以大家晓得 他半夜 可以私奔 投入所爱的 司马向儒的怀抱 但是当他发现 爱情变直了 好 他绝望了 他也可以半夜 就走人 离家出走 离家出走 好 而这个时候 司马向儒 他也猛然发现 我今天能有这一切 完全是我背后的 那个女人的 相挺跟支持 所以他就也 等于月下追老婆 把自己的老婆 再追回来 好 最后是带 他有一点喜剧跟戏 念味道的 他们就是团圆了 可是我是觉得 这就是说 在我们所知道的 司马向儒 与卓文君的故事当中 我们努力的再去呈现 平凡中 夫妻间的各种增值 各种相挺 柴米油盐酱醋茶 喜怒哀乐 爱物欲 对 全部把它融合在一起 呈现一个 算是以戏剧感 蛮强的一个戏剧 后面这两个剧本 有机会看到吗 在2022年 有可能2022 或者2023 会演出就对 那其实在这里 也跟各位朋友预告 明年的五月 就是明年的五月 是我跟曾永毅 另外一出戏会上演 就是韩非 李斯 秦始皇 这个算是我跟曾老师 创作的第一部戏 第一部昆曲 这部戏 我觉得是 大家很值得来看 为什么 可以颠覆很多 我们对历史人物 刻板的形象 尤其是秦始皇 大家都知道 他是始皇帝 但是你有没有听过 始皇后呢 还有秦始皇 他身边竟然没有 他撤封的任何一个女人 虽然他也生了儿子 但是那些女人 他完全不撤封 就是没有后也没有非 就没有名分 对 那为什么秦始皇 对于女人是这种态度呢 这个大家可以来看这一出戏 我们在里面有了很深刻的探讨 好 到时候时间近一点 我们再邀请王穹林老师来介绍 五月份的这个信息 好 谢谢 谢谢 对于女人是这种态度呢 好